为什么说书中有黄金屋 其实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法来源于宋代诗人赵衡的一首劝学诗 劝学诗中说 富家不用买粮田 书中自有千中树 安居不用驾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横无人随 书中有马多如醋 娶妻莫横无良眉 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玉随平生至 六金琴向窗前读 这里的黄金屋指的是荣华富贵的生活 颜如玉就是指美貌的女子 但是要想拥有黄金屋和颜如玉 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 就是要成为读书人当中出类拔萃者 要能考取公民 否则全部都是免谈 赵衡写这首诗的目的 就是为了劝世人学习 告诉人们只要通过学习 博取了公民 自然就能够有荣华富贵 当然也少不了美貌的女子了 如今这句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也鼓励了不少现代学子 努力向上 不知道李宇的这个解释 您还满意吗 欢迎关注李宇 更多精彩的等着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